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谭剑刺新剧四方馆来袭,古装探案清洗风格引期待,看点十足。 这次咱们要聊的是谭剑刺的新剧四方馆,这部,剧还没开播,光是预告就已经把观众的好奇心勾得七上八下的。 谭剑刺,这位从长相思里的香流走出来的帅小伙,不仅颜值爆表,演技也是稳稳的在线。 新剧中他饰演的圆末,一个看似浪荡不羁却心怀抱负的角色,让人不由地对他的心形象充满期待。 说到四方馆,这剧情设定可不简单,整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接待和管理周边臣民的机构四方馆。 这里不仅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,还有四位性格迥异的主角。 而我们的谭剑刺,就是这馆中的智慧担当。 别看他平时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,实际上每次关键时刻都能站出来,用脑筋解决棘手问题。 这种设定,是不是让你也感觉到了一丝丝福尔摩斯风范的味道? 不得不说,谭剑刺在四方馆中的造型也是相当讲究。 古装戏对于服装,配饰的要求极高,从曝光的剧照来看。 他的装扮既符合角色身份,又不失时尚感。 长山马卦配上那俊朗的面庞,简直是古风男神的典范。 而且,这一次他的角色有着更多层次的情感,看他如何在古装探案中展现轻松喜剧的魅力,绝对是一大看点。 除了谭剑刺,这部剧中的其他三位主演也都是实力派集结。 比如饰演编外人员阿树的周依然。 以往在现代剧中表现出色,这次跨组古装,也是让人十分期待。 他的角色活泼可爱。 给这部厚重的古装探案剧增添了不少轻松气息。 四人组合的互动,应该会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。 编剧和导演方面四方馆也是强强联手。 据说这部剧是根据陈剑的同名小说改编,而陈剑的书迷们都知道。 他的作品总是情节紧凑,人物饱满。 加上心力狂欢者的制作团队。 这次的四方馆无疑在制作质量上也是下了一番苦功。 期待他们能够将这部小说里的精髓完美呈现给广大观众。 最后,对于四方馆这部剧,最让人期待的还是看这四位主演怎样在古色古香的场景中。 演绎出一场场悬疑与幽默并存的精彩故事。 无论是谈剑刺在剧中的新尝试,还是周依然等人的精彩表现。 都值得我们拭目以待。 古装加探案加清喜剧,这样的组合在迎评上并不多见,光是这创新的尝试。 就足以让人兴奋。 所以,准备好你的小板凳,追剧的日子即将开启。